电影《不止不休》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导演王晶 携白客 张颂文等演员亮相宣传 现场除了有狂飙剧组多位演员到场驻镇外 王俊凯 刘浩然等人也前来为影片加油打气 电影《不止不休》讲述了白客扮演的实习记者韩东 在历经种种不公后 选择挺身而出 并试图凭借一腔热血去改变现状的故事 首映市场 众主创其亮相 大家晚上好 我是白客 在天中饰演韩东 我是演员张颂文 饰演员是黄江 谢谢您 《不止不休》是张颂文继《狂飙》热播后的 第一部院线电影 活动当天 狂飙剧组多位演员到场为影片助阵 他至少让我一个不太懂一个携带者的人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知道了关爱这群很可怜的人 我自己感觉很有意义和最棒的 我觉得这是一副很有力量 又能克制的那个 送人一如其忘了 还有导演 我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在这里 对 希望能跟导演合作 我觉得今天我是来观点出席 祝福祝福大美 此外 王俊凯 刘昊然等多位演员 也力挺这部现实主义力作 我非常喜欢有点一些 为纪录片拍摄手法的一些 景色我觉得非常的令人感动 非常生动 非常影响深刻 全中国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我这样 要是厉害的 四岁 我每一个演员走演得非常好 没有一个是不出彩的 我被送学吗 这事不是他们做的 我进去了 可是有用了 还有机会呢 我就在电影里的一个画面 就是那只笔突然飞起来那一刻 我就会让我们要在这一程中 非常非常多的 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做的 既然就是有很多的梦想的 感觉瞬间就碰面了 你要够解决我 我都想惯了 我平时没有 因为别人贴在我身上标签的参与 我觉得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努力地 对着自己的理想不止不休的前进 就慢慢地去 你必须要接受一个错误 就不过是个错误 对 错误 对 对